这个说着一口流利中国话的男人就是缅甸的国感同盟军 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头 2023年10月27日 国感同盟军打着反电炸的旗号 对国感四大家族发起进攻 同盟军的发言人李嘉文也在凤凰电视台的采访中 用流利的中文说 我不想看到我们的同胞被电炸团伙欺骗杀害 我们要让缅北人自由幸福 这些正义的言辞再加上熟悉的汉语在中国互联网上广泛流传 那么这只说着中国话的国感军队到底是什么来历 这个名叫彭嘉生的男人是国感同盟军的领导人 据他说他的祖上是四川人 他号称国感王 在国感执政三十多年 在他的带领下 国感人说着云南话用着人民币写着中国字 直到现在大多数国感人说的还都是中国话 1989年 彭嘉生在国感境内成立了缅甸民族同盟军 与缅甸政府达成和平 很快 国感的经济飞速发展 成为缅北最富裕的地区 被称为小澳门 可谁也没想到 国感的繁华富裕 却成了彭嘉生的致命力气 2009年 为了遏制国感军的发展 缅甸军方打着禁毒的旗号 出兵攻打国感 试图改编国感军队 让其成为缅甸边防军 面对着无礼的要求 彭嘉生果断拒绝 于是缅甸军方立刻围剿彭嘉生 国感同盟军被击败 被迫逃到北部的森林中 2022年 彭嘉生因病去世 儿子彭德人接过兵权 成为新一阵国感王 于是在2023年10月 一场颇具争议的缅甸内战爆发了 这些身穿缅甸军装 说着流利中国话的男人 就是缅甸的国感同盟军 2023年10月27日 隐忍14年的国感同盟军 带着先进的火箭炮 无人机等大量武器装备 高举轻角电炸的大旗 再一次向缅北地区发起进攻 打得对方节节败退 让缅甸军方震惊不已 曾经像兔子一样被赶到山里的同盟军 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 他们的这些高科技武器 到底是哪来的 网上的传言说 同盟军的装备都是在树林里捡到的 防弹衣自动步枪 应有尽有 甚至还有军队操练手册 最重要的是 这些军队训练有素纪律性强 从不扰民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就连军队的发言和开会的文件 全都是赤裸裸的汉字 响亮的口号统一的军装 都直指某东方大国 当然这个说法纯属无济之谈 国感同盟军是由缅甸的人道同盟军 德安民族部队 克钦独立军等四支军队组成的 隶属于缅甸北部的民族武装 至于这批武器的来源 国感军也并未给出解释 只能说 彭德人的这步棋很聪明 不仅以打击电炸的名义进攻缅北 还专门安排边际人员在网上痛斥 国感四大家族的恶行和缅甸军方的不作为 在网上掀起舆论大战 但抛开国感军的目的不谈 他对电炸园区的打击 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 这个女人就是缅北诈骗女魔头 亨利集团掌门人魏荣 打造网红诱骗粉丝 魏荣的诈骗手段残忍到无法想象 在全世界互联网平台 把自己打造成爱国华裔 凭借清纯的面孔收获大量粉丝 紧接着他就以高额薪资为优耳 将粉丝骗到缅北 配合的就诈骗亲友交钱保平安 不配合的就毒打电击割妖子 身份被曝光后 他又转到幕后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网红 故技重施 网上那些颜值高又大力宣传缅北好的网红 大多都出自魏荣之手 人称电炸女魔头 而他能有今天的地位全靠不仅魏超人 魏超人不仅是亨利集团的创始人 还是国感特区的主席 缅甸议会议员 国感四大家族最强的议员 黄独独电信诈骗 器官贩卖 违法产业覆盖全球 不过在国感同盟军发起进攻后 魏荣一家就文讯而逃 弟弟逃到了迪拜 妹妹跑去了日本 而他自己则从泰国柬埔寨再到新加坡 来来回回地换地方 有网友爆料称 按网上有一条价格高达1000万美元的悬赏 被悬赏的人就是亨利集团董事长魏荣 现在的魏荣就像一只丧家之犬到处乱窜 也许这就是坏事做多的下场吧